字幕志愿者 杜柏奇 王宫 我們很快就來到杜柏奇皇宫 我剛剛過了這個保安檢查 因為世界文化遺產 他怕你炸他 所以每一個世界文化遺產點 都要過保安檢查 我們剛剛經過的地方 就是皇帝之門 是皇宮的第一對門 很多皇宮都會有皇帝之門 當然裏面還要進入多幾對門 他穿過之後進入第二庭院 再進入的第三庭院 裏面就有我們想見的 就是恩建廳 恩建廳就是國王處理國事的地方 但是又怕外面有人偷聽說話 在這個廳的四邊 擺放了滴水器 不停滴水等大家聽到水 聽不到裡面說話 就是圖中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就是寶物展示廳 寶物展示廳主要是介紹了 他當時皇宮裏面 很多出名的寶物 武器 瓷器 還有一顆最大的鑽石 可惜裡面是不准拍照 不准拍照 也不准錄影 大聲一點說話都不可以 所以呢 就沒有拍到裡面 這個就是恩建廳的後面 後面來的 鏡頭一轉就看到這個圖書館 另外 接著我們會去介紹第三個地方 就是去這個皇宮的風景露台 因為這間皇宮是站在山上 上面一個比較要塞的位置 是看著整個海峽 我們首先見到的就是馬爾馬拉海峽 接著鏡頭一轉過去就是浦斯普魯斯海峽 這裡其實就是兩個海峽的交會處 將伊斯坦布分開為歐陸區和亞陸區 我們現在站在的地方就是歐陸區 對面的就是亞陸區 而我們見到在圖中有一條橋 那條就是浦斯普魯斯海峽大橋 對面就是亞陸區 主要就是分割了給它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搭住歐洲和亞洲的城市 而這個海峽你看到 讓流暖流交會處特別盛產魚類 所以很多人在橋上釣魚 然後我們看完之後都沒什麼時間 其實很快 後宮就沒時間去 因為其實都不是特別太多東西看 然後我們就去了吃我們土耳其的第一餐 我們就去了一些小區仔 那我見到那些地上都很 蒲國亞西班牙歐洲感覺 有一點跟澳門相似 那我就去吃第一餐 但是大家就不要以為太好吃了 其實都是一般 還有不是很適合我們中國人的口味 來自山谷 你給我吃 你給我看 你給我看 你給我看